一月內就發生血管血栓的機率 大概三五%到一二% 這個大概三種治療差不多 都還是用血栽的風險 那所謂的晚期血栓就是說 就是你做完心導管一個月後 一年內等於是一個月到十二個月中間的狀況 你發生支架血栓 那可以看到大概是一%左右 那最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塗藥支架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 好像也不盡啊 它雖然解決了我們的很多問題 它降低了我們的支架再次下載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好像給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些病人放了很好的塗藥支架 可能自費了很多錢 那做完之後過了幾年之後 它竟然發現了支架血栓 或就是我們所謂的非常晚期的支架血栓 等於是超過一年 我們被心臟特異師支架製放超過一年之後 還是有潛在的一到二特色的縫線 有可能發現發生了支架血栓 而這個部分在其他的族群 例如說沒有放支架 或者是我們放一般健保的支架 我們一般的裸金組支架 上面是沒有看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目前我們日常最新用到的自費的毒藥支架 好像也不是這麼完美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會發展出我們的所謂最新的支架 我們都有可吸收支架 那技術層面其實是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樹中的風險其實沒有提高 那對現象科醫師來說的技術門檻也沒有變困難 一樣看到我們的血管變造處 老師帶著我們的支架通過 氣球擴張支架平貼在血管底下 那東西移除 血管暢通 支架保留在上面 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可以看到經過支架製放九個月後 九個月後開始 那經過大概二到三年的追蹤 可以看到支架不見 支架不見 所以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一樣是塗藥支架 不過放完之後兩到三年 慢慢慢慢的 它能融入我們身體 被我們身體吸收分間 那這個圖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在世界上面 世界上面開始放這個 我們所謂的可吸收支架之後 那做了一系列的追蹤 除了看病人的症狀之外 為了保險期間 為了學術期間 他們還把病患叫進來 重新做一次性導管 在不同的時間 那這個圖 是所謂的血管內潮一波 最新的技術 那我們看看說 支架在不在 血管有沒有變嚴重 還是變好 那可以看到一開始 它這個是剛剛提到 血管的橫向前面 把血管剖開 那看到中間的是血管管境 黑色的是血管 那可以看到六個月之後 支架還在 我們看到這個凹出不停的東西 就是支架 一圈一圈的支架還在 那也因為支架還在 所以血管保持暢通 跟我們的塗料性支架一樣 那追蹤到兩年 血管一樣暢通 欸支架好像變少 大概看得出了 這邊好像一圈一圈的支架還在 欸支架好像變少 追蹤五年 支架一見 血管一樣暢通 旁邊也沒有看到 多餘的藍木層方塊 也沒有看到 殘存的血管支架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也覺得很好奇 也很有趣 那再加上說 這個國外的學者 他們是我們做的 我們本來的支架是 金屬支架 等於是金屬 放到身體體內 讓血管的人體 當然是不會吸收金屬 那這個最新 我們所謂的 可吸收支架 其實嚴格說 它不是金屬支架 所以一開始我的標題是 生物可吸收性 血管模組 是模組 它不是金屬支架 它的組成是聚乳酸 後層 用聚乳酸 做成我們的血管模組 所以可以看到 它看起來其實不相提 不相接觸支架 那這個成分 也不是第一次用在 我們人體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它早就用在 很快播種的 其他的醫療用途 尤其是外部的技術 還有骨科 像我們的可吸收銅線 還是骨科的螺絲 放在身體裡面 本來就很少 在我們人體過 也不是第一次 那 因此我們結論 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個最新的技術 大概可以分 短期好處 長期好處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管期 它相當於最新的 圖要型支架 它一樣可以 就是提供 管血管的保護 那避免短期可以再次下載 這個大概跟我們本來 我們所謂的自費的 塗藥型的鞋帶支架 是一樣的 不一樣呢 在於是說 它載新的技術 相當於帶我們 心臟可以吃上太空 它可以避免慢性發育 因為支架不見 支架不見 所以它可以避免 一個外來的金屬固質 放在我們的心臟血管內 拿不出來的這個問題 那避免兩三年之後 潛在的風險 主要是因為 它可以避免慢性發育 那另外一部分 有一個證明是說 它或許可以 恢復我們的血管彈性 像剛剛也有記者 大概提到說 就是我們 離到自己的支架 然後鋼鐵人 你看看它的心血管 幾乎整條都是金屬 那我們想來想來知道說 充滿金屬的血管 跟沒有金屬的血管 當然是因為本來 自己的血管 也是比較天然自然 有彈性 那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最新的血管模組 還是可以恢復你的血管彈性 在它被我們身體吸收之後 那這個部分 在日前統計起來 我們全世界大概已經有超過十萬 十萬個患者使用過 那其中至少有 一萬個患者 是有進入這個 零床的學術試驗當中 也是有在追蹤 血管超過 所以這個全新的體驗 我們所謂的可吸收支架 全新收視的我們所謂的血管模組 那在去年七月台灣已經上市 那可以看到說台灣 台灣大概目前統計前大概有1800人使用過 大概有破1800人使用過 那當然主要還是在最大的 教學中心等級的大力院 所謂台南、文種、長根 當然還有台南城大 大概都有幾十分到幾百萬 加起來是破1800人 那目前在今年的話 也是因為台南展開的支持 那所以我們成大抖右分院 也開始備用 那我可以知道說 成大抖右分院當然不是什麼大力院 也不是什麼教學中心等級的醫院 那就像我們雲林抖右就是說 蠻多小時的 大概我們大家 跟大姐大概不大會去想吃點 想要點牛排等級的服務 不過我可以知道說 目前這個技術引進之後 我們相當可以在我們的 地區型的醫院 我們可以享受 教學中心等級的服務 那希望這個介紹可以讓大家能結束 它並沒有增加額外的風險 那或許有一些 潛在的風險會不會降低 那希望這個可以大家 帶來一個全新的體驗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